大家好,我是酒類專家王鵬 我今天要來為各位介紹中式白酒 現在在我面前擺的這些酒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過 金門高粱、老白粉酒、盧州老教 以及貴州茅台酒 首先,我們就先來介紹貴州茅台酒 這是屬於醬香型白酒 那這個醬香型白酒又名為茅香型白酒 這就是由貴州茅台這個茅字而來的 這是因為這個貴州茅台非常具有代表性 那顧名思義呢,茅香型、醬香型 就是有這一股醬油般的氣味 我們先來品嘗看看 先聞 哇,這個醬香型的白酒啊 在聞的時候有一股醬油氣味以外 其實還點綴了很多其他東西哦 燒烤堅果啦,燒烤杏仁啦 還有一些這種肉汁一般的這種氣味 但是非常的含蓄 一入口之後,非常的圓潤、飽滿 有一點纖維的乾燥感 但是尾韵又相當的柔軟而甜潤 這個是醬香型白酒 它的個性呢就是這個醬字 接下來我們來喝第二種類型 第二種類型我選的代表呢 是茅舟老教 茅舟老教它所代表的形態呢 是濃香型 濃香型白酒又被稱為 茅香型或叫香型 所以茅舟老教這四個字啊 有兩個字就被拿來做為這個類型的代稱了 濃香型的代稱 那這濃香型白酒有什麼樣的風味特性呢 濃香型顧名思義啊 濃 什麼濃濃呢 我們來喝喝看 哇,光聞就聞到了喔 這濃香型啊,先透露給你們 其實啊,就是有鳳梨的香氣 鳳梨罐頭 有時候也會有點像是草莓 這種新鮮草莓的氣味 那我們現在來喝喝看 入口之後 這股鳳梨的香氣慢慢的發展出來 慢慢的 讓它慢慢的淡化之後 會衍生出一些灶味 這個灶味啊 對於這個濃香型白酒來講是正常的 千萬不要以為好像在啃肥灶一樣 這是一個不好的味道 事實上 對於濃香型白酒來說 這樣子的風味是正常的 那濃香型白酒 在下一個呢 我們要取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香型呢 叫做清香型白酒 所謂的清香型白酒呢 首先 第一個這個是 山西焚陽縣杏花村 是不是很熟悉呢 杏花村 沒錯就是你們想到的那個 木桐瑶旨杏花村 那這個山西焚酒的這個焚 這個字 也是這個清香型白酒的代稱 焚香型的來源 這是因為山西焚酒 是這個類型的代表作 另外同樣屬於清香型白酒的 還有我們的金門高粱 那金門高粱 我們今天選的是這一款 成年特級高粱酒 成年特級金門高粱 俗稱黑金剛 來我們現在同時拿起 山西的粉酒 老白粉酒 還有這個金門的這個 成年特級高粱酒 黑金剛 我們來比較一下 看看這個清香型白酒 相對於前面的濃香型白酒 一清一濃 到底它少了什麼東西 事實上你在清香型白酒裡面 找不到的是剛剛的濃香型白酒 像蘆洲老教為代表 這類型的白酒裡面的鳳梨香氣 少了鳳梨香氣的白酒 我們把它叫清香型白酒 這是一個小小的口訣喔 這個清香型白酒沒那麼濃 少了什麼鳳梨香氣 那取而代之的是什麼東西呢 事實上啊 這個清香型白酒更好的表現的是 椰子的氣息 那這股椰子的氣息 你們在五文也聞得到 喝也喝得到 我們現在先來喝老白粉酒 老白粉酒呢 是這個類型在中國大陸的代表作 它是一個教科書式的 那我們在喝的時候 你就可以感覺到 在這個前段的部分 真的表現出了這個椰子的風味 在中段非常的乾淨 非常的清爽 甚至有一點點這種青綠一般的 小黃瓜一般的這種氣味 有點辛香乾燥的氣息 它其實是清 但是卻不無聊 那我們先來喝這個黑金剛 特級成年金門高粱 它的氣味一樣 它甚至它的椰子的強度 還要比老白粉酒還要來得更多 哇 這個入口之後 真的是 一入口相當的有勁道 但是它卻不會顯得非常的突兀 不會有很強的刺激感 接續而來的是立體感 所以一入口之後很飽滿 有東西 然後有立體感出現了 然後觸感相當的乾燥 但是尾韵卻出現了甜韵 而這整個風味都包裹在 像椰子糖一般的風味當中 還有隱隱約約出現一些有點像發糕 然後花香 吐司腥這般的味道 這是相當好的金門高粱 所以呢 我們今天為各位介紹了 這個中式白酒 我們的概念怎麼切入呢 是從香型的概念 我們今天介紹了這個 醬香型白酒 代表作呢 是茅台 我們還介紹了這個濃香型白酒 代表作呢 是蘆洲老教的特渠 我們還介紹了清香型白酒 有大陸的老白粉酒 以及金門高粱 希望今天的這個分享 對大家都有幫助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